华联东大门夜市礼拜四傍晚遇到了大雨来袭 造成了淹水店家苦不堪言 甚至怀疑是排水系统不良才会发生大淹水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帮帮忙 尽快厘清淹水的原因 顺便检查一下排水系统 否则往后只要淹水 他们的生意根本做不成 外头下着大雨 里头也跟着淹水 根本已经看不清楚地面 这可不是台风过境才有的景象 发生在上个月31号晚间8点多 由于突然墙降雨 华联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 由于地势过低 加上疑似排水系统不良 才会造成许多店家淹水 虽然他们怀疑是否跟一旁杀石工程有关 才会让排水无法宣泄 现在更是被眼前这个景象给吓坏了 好大一直下 很像用倒水 它都不停 是我们后面那边 整个都淹 因为这水都往后面去了 整个都淹到了 淹满满 淹满满的 店家忙着清理的时候没有停过 也因为这场淹水造成器具故障 又得花钱维修 现在冰箱是因为淹水 对啊 因为我现在插电 它完全没反应 原本新增的用餐区 地势比原本设计的排水沟高了两公分 但大雨一来水一路往后放淹 让他们好无奈 也希望政府可以帮忙协助 厘清淹水的原因 顺便检查排水系统 干净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已遇到大雨 根本无法开门营业 记者陈敬夜 花联报导 证明 控制 感谢观看